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福古南志华山 全长约828.5公里 历时15年 总投资64.5亿元 经过4个城市12个县和72个乡镇 建成后可以连接9条高速13条国省公路 对贫困地区旅游开发 生态环境保护都有极大的帮助 直接受益人群达到200万 公路一共有4段公路组成 分别是榆林段 寒城段 延安段 渭南段 长度分别是415 74.4 241 101公里 为什么延黄公路能被誉为是一号公路呢 原因在于在这800多公里的旅途中 将串联渭南 寒城 延安 渝林四市五十余处名胜古迹 一路风景美不胜收 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西越华山 铜关古城 小江南之称的河川诗地 和人文景观史记作者的司马迁词等等 还有湖口瀑布 白云山这种自然风景如画的人间仙境 除了美景以外 还有数不胜数的美味小吃 贯穿整个公路 比如碗托 羊肉湖泊 扫子馄饨 羊肉和乐等特色小吃 目前已经有不少游客选择自驾游的方式去领略当地风土人情 除此之外 渭南寒城将建造 以黄河为主体文化的生态园 里面包含休闲娱乐 采摘农业 渔业 林业相结合的高度旅游生态乐园 到时候将对周边整个盐黄地区带来丰富的人气聚集和经济拉动 而且 对于忙碌在大城市拼搏 备受压力的城市人们来说 也是一次放飞心情 进化自我的美好旅程 如此美丽高颜值的公路 小编想问问 小伙伴会不会考虑去玩一玩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